明天就有葉劉 我不知道葉劉現在看電視會不會呢 每天看都覺得有點同情分 還有覺得自己當天也是這樣的 推出23條的時候 這個使命 因為你是打一份工作的 現在是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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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可以是律政司 現在是很不幸 你做到這個位置 一定要捱這一戰 政改方案由林鄭揹起了大旗 後面有兩個人 這次好一點 上次葉劉有一個女士 殺出這個重圍 殺不了了 被人騙體鱗傷而死 但是這次有兩個護家 兩個男士護著出來 我感覺很強 還有一些不同的 因為其實 我想葉劉都應該同意自己 適合一下 用錯了策略 那種惡事能登 凡是你一惡事能登 或者是掃諸權威 你相信我 沒有改的 沒有改的空德 那你這次林鄭 她就不是用這個 有商有良 當然其實你看完文件 基本上沒有什麼商量 也都這樣說 但是她最少的 那種狀況是 好像開放的 林鄭昨天說得很清楚 我也覺得香港人是要接受這件事 怎樣詮釋是一回事 整個政改方案 除非你推翻了基本法 如果你的基礎 大家說推翻了基本法去談 那就另一回事 但是政府現在沒有這個 但是基本法 我同意的 同意了先的 但是其實現在政府整個 framework 包括那個諮詢文件裡面 用語是否 而不是一個 open question 其實已經很有引導性 再說 基本法 其實現在政府經常強調 那條的法例 第45條的法例 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按民主程序 但是其實戴耀廷已經說出 在基本法裡面 其實一般的 所謂解釋一條法例 是要看回整個基本法 涉及的一些條例 所說出的精神 譬如在第39條說到 香港因為已經是 所謂國際人權公平 不是 包括那個政治 你說戴耀廷是沒有用的 因為戴耀廷是一個人 他解釋基本法 他是沒有權威的 因為基本法最終解釋權 是人大 對 那麼當人大有一天走出來 一解釋那個提名權 是這樣的時候 就 隨定陰 你說政治現實 或者我說回 就是說 其實我用戴耀廷 其實不只是戴耀廷 因為戴耀廷教了二十年的憲法 所以這是某程度上的權威 我不是用他佔中的身份 或者其他的法律界人士都說 一般 普通法的解釋方式 因為香港是根據普通法的法制 普通法的法制不是按一條條文的文字 而是按整體 譬如說涉及這件事 各方面的條文裡面 整體去解釋 好了 我按照基本法來講 舉例 先不要按文字 它是要符合什麼呢 所謂國際人權公約裡面的政治公民權利 那時候已經講清楚 就是要什麼呢 不受限制 即是無理的限制的參選權 好了 另外 其他國家是不是這樣的呢 你經常講到這個公約真的這樣的時候 美國是不是這樣的呢 英國是不是這樣的呢 這個涉及到 就是說那個投票那個 提名的方式可以不同 但是背後的精神 要不受那個叫做無理的限制 這個精神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的提名的方法可以很不同的 譬如舉例 現在民主黨好 現在無理是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 不合理 現在其中一個爭拗 其中一個爭拗最麻煩 很簡單 你問美國人 愛國 愛美 愛美國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難處 有什麼難處 你問美國人 愛國是一個什麼問題 愛國再來講 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法律的觀念 沒有美國人要Define什麼叫愛國 即是我就算罵美國政府 都是外國的 都是外國的 除非你有一天說什麼 我聯盟其他勢力去叛國 對叛國 就像現在逃跑的人一樣 犯叛國罪 我洩漏國家機密 可以是 這樣我就做了一個非愛國行為 而且 我不是說叛國是因為你涉及到一些行為 是很具體 而是可以定義得到的 愛這個字 本身就不是一個法律用語 你說得對 這件事情是沒有討論的 等於我覺得 我同意大人所說的 這件事情是不需要討論的 同意的大家 即是政府現在也不討論這件事情 他說 其實只不過政府不能夠說得出這件事情 說得清楚就是 這件事情根本不是一個法律 他不敢這麼說 所以就說已經不言而喻 已經在裡面了 但是其實大家都清楚 愛國這件事情是不能用法律的語言去規限的 只有行為而已 行為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說23條第二立法的 你要講清楚什麼的行為為之 叛國罪呢? 這件事情就比較容易定義 不過我想說清楚就是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不覺得 現在我們的討論是違反基本法 包括公民提名 為什麼呢? 公民提名其實可以既存在於選舉委員會 現在公民黨或者民主黨 就是所謂三軌制的 既是有公民提名委員會 但是也有公民提名 也有所謂的政黨提名 政黨提名我又不講了 很細節 政黨提名 我跟你組一個政黨行不行? 行不行? 現在沒有政黨法的 哦 現在沒有政黨法的 我跟你組一個政黨 就是二人黨 行不行? 我很清楚我的名字叫二人黨 說了兩個 哈哈哈哈 不過我想說其實根據《基本法》行事 也可以是有真普選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諮詢的文件當中 由於它的用字 以及它已經包括了很多引導性的內容 令人覺得公民提名是違反《基本法》的 或者就算連立法會議員進入成為提名委員會 都是違反《基本法》的 這種引導性質 我就覺得很有問題 就是大家的共識是說 按著《基本法》的框架 來討論這個議題 其實就算我相信現在連一些 就算是佔中人士都沒有反對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要求一個什麼 全民制憲 推翻《基本法》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不過說回你剛才開始的時候 林鄭月娥就在手了 現在看看她怎麼利用她的政治智慧去處理 不過我就覺得 現在她的開始算是開得不錯了 不差的了 不差的了 雖然我知道到最後 如果按著這個諮詢文件去討論下去 香港就不會有真普選了 都不差的 其實是不好的 哈哈哈哈 不會好的 只是看看有多差 比較好是人還是差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